下面来看今天的湾区简讯 警方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7年旧金山杂车窗盗窃案 比2016年暴增26% 截至去年11月底 共有28395起 而2016年同期为 22568起 按地点来划分 旧金山游客密集的愚人码头 日本城和联合广场是杂车窗盗窃案 最多的地区 为了预防类似罪案 警方共调集150人增加路边巡逻力度 但未能取得明显效果 而民众则报冤 报警后警方应对乏力 由于杂车窗报警过多 911不堪重负 去年9月开始 把此类报警电话 转入处理非紧急报警的311处理 警察应对变得更加迟缓 从2018年1月1号起 加州雇员人数达到 或超过26人的雇主 需为员工支付 每小时最低11美元的薪酬 少于26人的雇主需支付10.5美元 而湾区各城市均在这一标准以上 硅谷桑尼维尔的最低时薪为13.5美元 深河西为15美元 东湾奥克兰为13.23美元 旧金山的最低时薪 今年也将上涨至15美元 一家美国消费者服务公司根据研究 将西雅图 深河西和旧金山 分别评为全美健康城市前三名 这份研究对各个城市居民的 身高体重指数 活动程度 睡眠 抽烟习惯和饮酒习惯等方面 进行了综合评价 深河西是全国抽烟人口 比例最低的城市之一 为11.2% 除了提供众多户外活动的机会 深河西居民的高收入 也让民众有更多能力 选择健康的饮食 旧金山在排名中名列第三 旧金山居民的身高体重指数 在健康范围的比例达81.1% 是上榜城市中比例最高的 虽然金山居民的饮食与运动习惯皆良好 但金山居民的酗酒比例是上榜城市中最高的 达20.1% 新台人记者余伟综合报道